我期待群組的時候會好 因為你找什麼問題 要解決問題 這社會又三個問題 穿著裙子戴著口罩的婦人 拿著手機衝到派出所 要遠景幫忙看看手機畫面 因為她懷疑她的3C產品 遭人入侵監控 婦人懷疑自己生命遭受威脅 讓她耳朵非常不舒服 也向遠景表示 家中出現神秘人 施放懸浮微粒和微波 一定要來報案 求警方協助 婦人說得煞有其事 但警方卻聽得捕薩薩 加上馬國女大聲案件 警方遭控吃案 讓遠景還是依照婦人要求 製作筆錄 但這個筆錄 一座就是六個小時 警方無奈 但只能按照SOP 幫婦人開了報案三連單 婦人主張神秘人 控制她的3C產品 還自行刪了監視器畫面 要告對方防害秘密罪和毀損罪 只不過要告的對象到底是誰 恐怕連婦人自己都還搞不清楚 捷賴關章 台南報導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情會更強大